在南蘇丹對立的兩派領導人呼籲下 一個脆弱的停火在星期二在首都豬巴已出現 四日以來,炮彈以及小武器的交火 造成數百人死亡,數千人流離失所 這次的停火是應總統基爾 以及他長期政敵第一副總統馬查爾的要求達成 已厭倦打仗的當地居民及外國政府 對這次的停火表示歡迎 他們擔心這個非洲最年輕的國家 存在著重返全面內戰的危險 在華盛頓美國國務院表態謹慎 國務院指出首都豬巴雖然相對平靜 但一些地區仍然有零聲的槍聲 翻譯人科比對記者說 他認為美國大使應該不會撤離 但他亦表示美國使館非緊急人員正在有罪地撤離 而且重迫你的設計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